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主题是财富玄机 就是用周易的思想来解读财富 古今中外 钱这个东西呢 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 有人对它神往 也有人惧怕 还有人诅咒 不管怎么样 钱代表的财富 大家看看当今的人们都在为它而疯狂 严重的呢 还会被它搞得身败名裂 妻离子善 甚至是家破人亡 国家呢 有了它能立民 能强国 能让这个外邦呢 竞服 但是它也能使聪明 干练的贤达 受到玷污 拖累 甚至是万劫不复 下面呢 我们就用意学的思维来解开财富的玄机 这个关于财富 在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学说里都有它自己的解读 注意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角度是周易 就是用周易的这个思维来解开这个财富 来解读财富 在周易这个述数当中呢 财是指一切为我掌控的东西 财是一切为我掌控和支配的东西 它不光是指钱 也代表也有很多物 比如说我们吃的 喝的 穿的 这都属于财 财的范畴 在这个用五行关系来表达的呢 就是我刻的一切事物都称为财 我刻的 刻就是指掌控 也就是这个一切我所能掌控的一切事物 都可以理解为财 基于这种关系呢 就可以引申和派生出很多事物 比如说这个钱财 钱财是最直接的 还有就是工具 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玩具 就是可自由支配的一切物品 都可以成为财 再有呢 在古代 比如说有这个妻妾 是吧 还有这个仆从 再有就是咱刚才说到的饮食 就是衣食住行 这些方面的东西 那么在八字述数当中呢 这个财也有什么呀 就是在六亲方面 也代表这个父亲 也代表父亲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这个 从更 再说回周易 就是在周易当中呢 本身是没有财这个概念的 它只有阴阳 就是很多人呢 都是不太理解 就是说对财的理解 不是那么准确 就是在周易的这个思想框架下 认为周易什么就是 比如很多人 大多数人接触的是数数嘛 就是求财求官 求这求那的 但是真正的周易 是没有财这个概念的 这个财的概念是周易数数 就是延伸出数数下面的一个概念 真正的周易是 它是只是讲阴阳的 就是通过意向 来描述能量的流转 所谓财呢 就是人式层面的这个概念 因为数数就是测人式的嘛 在人式层面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财引申出了财的概念 在针对这个人式的周易数数当中 经常使用 在周易数数当中呢 这个财就是指我们刚才说的 说到的那些东西 一切为我掌控的这些事物 都可以成为财 这是财的理解 然后明确了这个财的概念 我们也就明白了财的本质 实际就是对资源的占有 你占有了 才能为我所用 是我掌控 是吧 由我支配 同时呢 也要明白 这个占有资源的本身和过程 都是要消耗能量的 就是对个体来讲 都是要消耗能量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 这个圆形的图 这个图呢 有一些这个数数基础的人 可能就一看就明白了 就是很熟悉 这个就是八字命理的理论 就是十神 八字命理当中的十神 分五类 就是我们给它分五个 分五个部分 实际是十神 就是它分阴阳嘛 我们就不用分那么细了 就是大致的分五个部分就可以了 第一呢 是我同我的 就是在数数十神当中为笔节 成为笔节 那笔节跟我一样 那我们就是定义我 然后我生的为十伤 十神和伤官 我们就简称为十 就我生的 那么我这个十伤又生什么呢 十伤生的是财 然后财生的是什么呢 是官 官生的是因 这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心里要有个数 知道这个 在八字命理当中 就是我们引用 取用这个八字命理的概念 来说明这个财 财的问题 就是来认识 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财富 财富的本质 那么在这个作用关系图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财是由什么生的呀 是由我生的 十伤生的 对吧 这是最直接的 这个体现 就是财是由什么生出来的 是由我的十伤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必要对十伤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了 什么是十伤 我生的 第一印象是什么 那么联想到就是我生的当然是子女了 对吧 是孩子 那么这是在人事层面 那么再 隐身一下呢 就是我生的 比如我现在在说话 在跟大家说话 是不是啊 这也是属于时尚 比如精神啊 思维啊 思想啊 这些方法的东西 还有就是 比如我们工作 我们所掌握的技能 是不是啊 你在工作 是不是啊 在比如或者是有什么手艺 是不是啊 这都属于时尚类的 都是这个生财的 这个 说到这呢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了 比如我们平常的工作 是吧 你工作的目的 是不是啊 实际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求财 为了得财 因为为了生存嘛 所以财为人 后天安身立命之本 是不是啊 所以说没有财 我们是生存不了的 那么怎么样求财呢 实际就是一种交换 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用通过我们的时商 我们的这个手艺 是不是啊 我们的技能 我们的思想 通过这些方式 去换取财 来获取财 其实这本质 就是一种交换 然后财呢 再往下 财生的是什么 是官 官代表什么呢 就是对个人而言 官 代表责任 就是对内 对自己来讲 官就代表 克制嘛 对不对 克制我的一切事物 都称为官 那么对于个人而言呢 那么你自己克制自己 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控力 还有就是代表责任 这个对外呢 就是官就代表权力嘛 是不是啊 他对可以 他也可以约束 你往外楼放 那就是对别人的约束力 是不是啊 你可以管着别人 这也就是代表权力 那么官再生的是什么 是印 印是啥呢 印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印生的是我 对吧 印生的是我 是生生的 是生生的 印呢 在八字命理当中 这个 它代表 生我的一切力量 在六亲方案上 代表母亲 是吧 生我的 不就是母亲吗 那么我生的 就是时商 就是子女 然后生 这个 对外而言呢 那么印就代表 什么 代表这个 生服 对我们有 生服作用的 一切力量 那么 在人事层面 那么它代表什么 比如文书 规则 是吧 什么这个 法律 制度 就是这类的东西 都是生我们的 那么 比如对个人 家庭来说 那么印代表 比如说车子 房子 是不是 就是对我们 有生服作用的 这种力量 这些事物 都成为印 都可以归为印 这个作用关系 是个最基本的 就是大家心里 有一个 有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下面 我们再细化 就是仔细分析一下 这几个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第一层 就是我生 时生 时生生财 是这样一个 就是求财的 一个最直接 最明显的 最简单的 这个 这个关系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 仔细一下 分析一下 那么有我 我通过输出 通过技艺 手艺技能 是吧 通过这些方式 去求财 那么第一个环节 就是什么呀 你以为你 通过时商求财 那么时商呢 是刚才说 讲了 是我生的 我生的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 说成什么呀 就是我谢 谢我力量 就是给我谢力的 这样的力量 对吧 比如举个例子 很简单了 比如很容易理解 比如我们生的孩子 是吧 从人上来讲 那么孩子呢 我们生完孩子 肯定要 对在孩子身上 这个消耗很多精力 是吧 比如这个 吃喝拉撒 上学啊 是吧 从小就得 这就是谢身的 就是孩子 是谢我们力量的 那么 从 放到引申出来 那些 这个韩医生的 也一样 比如说 思维啊 技能手艺 工作 是吧 这都是谢身 你需要 在你的手 你这个技能手艺 或者你工作上 投入大量的精力 是吧 和体力 这就是谢身 这注意 这会儿我们提到的 就是 这个能量的流转 就是对我而言 以我为中心 你看这个力量 是怎么样的 它是向外泄的 就是我生的 实际就是谢我的 那么 下一步 通过这个技能手艺 来生财 就是换来的这个钱财 这个金钱和财物 那他这个力量是 是生我们的吗 实际呢 不是 实际也是消耗能量的 对于我而言 也是消耗能量的 那有人可能不太理解了 说我生的 那么我换来的钱财 是由我掌控的 那么怎么才谢身呢 对 钱财是我掌控的 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能掌控 自由掌控的 自由支配的 这些所有的事物 对吧 那么你记住 大家仔细想一下 你能掌控 注意掌控这俩字 掌控 是不是也是一种 谢身的力量 是需要消耗你能量的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 在传统命令里 有一个概念就提出了 叫做守财 或者叫单财 就是指说一个人 看他财能担多少财 他有多少钱 是不是 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单财概念的 来源 就是怎么引申出什么单财的 单财或者是 这个 财富大小 是不是 那这个 怎么样判断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所以说 看钱财 就是能量 它也是消耗能量 就是你能掌控的 钱财越多 你消耗能量也越大 是这样 那么从 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传统的 这个 最基本的 最直接 最简单 这种求财方式 就是通过时商求财 那在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 大多数人 它的占比也是最大的 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 求 获取 这个财富的 然后这种方式呢 也就决定了什么呀 这种赚钱方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是你 通过时商 再到换来的钱 或者你还要守它 就是说这两个环节 都是消耗自己能量 那说到这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什么呀 得出 心里就能得出一个 有这样一个 想法 是不是 一个概念 就是说财 够用就行了 就不要太多 是不是 你争取的太多呢 对自己的消耗的这个能量 也就越多 甚至是生成 克制自己的这个官杀 大家看这个图 财 生的是什么 是官 财生的是官 那么财 如果假设一个人 比如说我 就是这个 源头这 这个我 那么我的力量 如果它小的话 也就是指单财能力 就是我的单财能力 没有 对财的掌控能力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话 然后使劲的输出 去通过时商 去求财 那么财你是得到了 那么得到的这个财呢 它会生的是什么 财生的是官 官对内而言 刚才咱们说到了 就是官对个人而言 是什么 指自控力 如果你单财的能力 不足的话 那么你多赚出来的钱 就会对你的自控力 产生影响 给你的自控力 也就是说 带来一些负担 也就是说你自控 控制不住了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得出 把这块这个结论 就是 钱财如果赚的太多 这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个人的这个空财能力 不足的情况下 就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你一旦得到的太多的钱财 就会生成 克制自己的官杀 这时候官杀就不是 正面的这个意思了 就是自控力 是它就变成负面的 所以就是 这样就会容易 给自己带来灾祸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有无数的案例 比如有很多人 比如说意外得财 就是得了比大财 但是他个人的 能量不足 就是控财的能力 非常有限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容易 给自己带来灾祸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在八字命理当中 有一种说法 叫做深弱不单财 意思就是 八字身弱的人 很难承担命中的财富 翻译成人话 就是能量不足的人 承担不了过多的财 也就是没有能力 掌控太多的资源 如果强行争取 这个精力和体力都会过度消耗 要么会导致疾病 要么就会引来灾祸 这个八字的强弱呢 对财的这个掌控能力 只是一个方面 它还有更多的影响因素 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过多的讨论了 这个我们只要明白 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就可以了 上面提到那个赚钱方式呢 就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 训练和付出 获得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 那么 在现实当中呢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赚钱的人 比如小商贩 手工艺人 这都属于这种类型了 一旦这个身体 负荷不了了 那么 或者呢 这个才化官 化成了这个官杀 是克身的 是吧 那么你身体就会生病 或者是带来灾祸 或者随着这个付出的减少呢 挣的钱也就会下滑 这种赚钱方式啊 是称不上富贵的 只是获得了财而已 我们继续 看下面的 刚才咱们提到 食伤生财 这个最 最基本的 这种取财方式 那么后面呢 还有这个财官印 就是在这个循环的这个图上 是不是啊 五部分吧 那么我们说出头两个了 那么后面呢 两个是怎么样理解呢 大家看 财是 通过什么 通过劳动付出 赚到辛苦钱 就是通过食伤 转化过来的 那么官呢 官的概念 刚才刚才讲到了 它代表的是管理 代表的是责任 代表的是约束力 对自己而言 就是自空力 那么印 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贵之源 代表的是权力 荣誉 就是这类的事物 也代表文殊 规则 是吧 那么当财呢 这个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化成官 就是财生官嘛 那个循环的一个图 财是生官的 所以它就 我们成为化成了官 也能称之为负 也就是说 所掌管的这个资产 房屋 公司 人员技术 大到一定程度呢 那个财 财 财就会升之为官 这个时候呢 财就不是之前的 那个辛苦钱了 而是成为一种约束 约束和责任 因为你要为你的手下 和这个公司负责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官 你就到了这个官的层边了 就是是靠什么呀 说到底就是靠责任来赚钱 就是你要敢于担责 所以呢 有了官 你就不用辛苦的去克财了 对吧 就是也不用辛苦的去守财了 只要把这个官给扛住了 你就能获得 这个更大的财富 这个时候呢 才叫做负 那么这样呢 这种求财方式 那么在 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人 很自然 大家会连续到体验家 对吧 就不用做具体的工作了 重心 他把重心都放到了这个 管理和经营方案 那么 在这儿呢 我们要提一嘴 就是 这里我们只讲这个五行 持身 这个流通生化 并不牵扯这个八字 自身的格局 那么有的人呢 在八字当中 本身就含有官 他无需 这种情况下 就不需要踩去画了 不需要踩去画 再进一步 就是当官多到一定程度 他就画成了印 而印呢 才是贵之源 古代 论命 都是以官为贵嘛 是吧 就是论 就是有官先论官 这个怎样了 就是说 这个官上面呢 还有印 那么大家 想 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 石神呢 相生的有关系图 印是什么 印是生神的 是生我的 生我的力量 是不是 他不需要你去 什么 这个控制 是掌控 是吧 去维护 他不是卸神的 只有印是生神的 印是生神的 所以印性呢 会让你感到轻松 当这个管理的人 事物多到一定程度 那么他达到了一个行业 一个地区 甚至乃是一个国家 是不是 他所管理的人事物 就画成个印 就会给你带来 什么名气 权利 或者荣誉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用 做具体的管理 就是脱离那个 关的那个层了 也就是 关化成印了 因为 这个时候会有一大堆 关系 就是会做管理的人 敢于担责任的人 他来帮你 他来生你 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把握好 他们的晋升渠道 也就是 关化印 这个关系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反而怎么样 会很轻松 所以在古代 古代的皇权 就是许多官员 或者是这个大的企业家 或者行业领导人 那么 他都是这种格局 到这一步 就是到印了 他才称之为贵 才能 到贵 就是咱们说的贵之源 印为贵之源 是吧 贵了的呢 一般都会付 是吧 因为他掌控着一帮富人 是吧 自然也就不缺钱了 说到这儿呢 大家都明白 什么是有钱了吧 就真正的有钱 石 这个财 还有官印 它都是可以有钱的 不是说 只有财 才是有钱 这个呢 就是对于有一些 命理基础的人来讲 应该会受到一些启发 就是说 大家在 这个论八字命理的时候 说看一个人 判断一个人的财 财运 是吧 或者财富的多少 都是盯着 大多数人 都是盯着这个财型 在财型上去转转 实际呢 我们 完全可以把这个思路扩展一下 就是 论财不一定 只盯财型 财官印 都可以 去 这个 看财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呢 就是对前面 咱们说的 那些内容 作为一个总结 看 在这个图当中呢 可以很直观的 看出 就是这个 关于钱财 就是他有 财富嘛 是不是 就是什么富贵啊 就是这些概念 它有一个 有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靠劳动付出的 就是从我到财 我生的时商 再到财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都是 这一个层面 就是从最初讲的那个 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 求财方式 就是赚辛苦钱的 也是这个 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的一种 求财方式 然后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靠管理 靠责任 靠管理和靠责任 去求财的 这个呢 这是第二个层面 然后最好 最高的一个层面 是什么 是靠掌控 晋升渠道 来赚钱 来求财 这是 因为你到这个层面呢 才能称为真正的 富贵 真正的贵 就是 这种求财方式 你就不用什么呀 不用消耗自己的能量 是完全正向的 完全正向的 通过前面的讲解呢 我们可以明白 这个能量流通 和转换能力的重要性 这点就决定了 你的财富等级 另外呢 我们值得一提的是 易经当中的虚卦 需要明白这个 虚卦当中的 取虚原则 否则呢 这个 终生为财所类 虚卦 内卦为钱 外卦为侃 独作这个水天虚 虚者虚业 隐时之道也 这个 钱呢 钱卦 它是存养的 为精神 是吧 为天 那么为何 需要水呢 因为天地 万物生长 是吧 它没有水 万物不生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我们从这个 卦象上说 说明圣人呢 就是从精神层面 转入到 这个物质层面 从这个卦形生来看 内卦呢 为钱 也就是强烈的追求 它是精神层面 对吧 那么外卦呢 为水 是 这是 是代表这个物质资料 就是财嘛 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能掌控物质 物质 这个所有的事物 是吧 物质层面 那么在这个水呢 同时这个砍卦 就是 这个砍卦为水嘛 它也代表什么 咸 砍 咸 咸 所以说圣人 他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在对外在的事物 追求的时候 在 取用之余 要注意危险 那以人道来说 饮食者 人之 第一物质所需也 是吧 也就是财 为人后天 安神黎明之本 所以说 这个 没有 它不行 但是你也不要贪多 按虚 所取 就可以了 很多人呢 不懂 这个取虚原则 忘取其多 反身其害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这个和前面讲的道理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后天的运势和这个大环境 我们看这个是水天虚 就是刚才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虚的虚挂 上挂 就是下挂为前 上挂为坎 这个就是水天虚 这咱们就不多说了 接着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后天环境 后天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人们常说这个什么 生不逢时 是吧 那么这种 这种说法 靠不靠谱呢 就是有没有道理 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 生不逢时 就是即使同一个命局的人 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或者是不同的地理环境 它的作用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关于同样命局 也就是在命理学当中呢 我们说的叫四同八字 就是同样 就是这么多人 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 是吧 同时出生的人 那么就决定了 他的八字是肯定是一样的 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他出生的不同的时空 这个空间 是吧 他们之间这个 也就是说 对这个命理 就是八字元局的影响 也是有区别的 然后再有呢 就是六十夹子 因为甘之 这个八字命理是用甘之系统的 所以说它六十是一个循环 所以说 在不同的时空点 它也会出现相同的八字 也会出现相同的八字 比如六十年之前 或者是一百二十年之前的 这个时间点 是吧 那么它生成的这个八字 肯定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 就当前出生的一个人 那么和一百二十年以前 这同样的时间点 出生的一个人 这个八字应该是一致的 这就是不同的时空嘛 那么 就是这句话是这么理解的 那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吧 就是建国初期 是吧 在推行公有制的大环境下 那么那个时候呢 即使你命格再能单才 也无才可单 比如说当代的 现代的 是吧 这些所谓的富豪 是吧 咱就 这个一说这块 大家脑袋里肯定有 无数的人 是吧 偶像 咱就不说具体 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就是说 假设这样的人 出生在建国初期 推行公有制度的 那个大环境下 在那个环境下出生 会怎样 大家联想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啊 社会环境 它不允许你自由掌控 和支配更多的资源 对吧 稍微了解点历史 大家可以回头想一下 就知道了 什么投机蹈法 这是历史的这些词了 这些罪广了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说 后天环境的影响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后天的环境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 所谓的非常时期 在这儿我们 开始的时候 就说这个 非常时期的求财之道 我们会提到 那么所谓的非常时期 是指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 专题讲座的 这个 最开始啊 我第一次搞这个时候 是在 正好是在疫情期间 所以这个 PPT呢 我也没有更新 那么 现在呢 也照样试用 而且是 我们通过使用这个讲稿呢 正好还可以验证一下 也就是说 三四年以前 我在 做这个讲座的时候 可以验证这三四年 之内的一些变化 就是在这之前 我做了一些 讲座 就是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提出了一些 注意 注意事项 对大家的一些提醒 那么 到 在今天呢 我们可以 也可以通过这个 做一个验证 正好 所以说 我也没有更新 那么我们这里提到的 这个非常时期 它不止是 是指这个 就是之前的 前三年 这个疫情 就是瘟疫嘛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它是指天运的转换 天运的转换 也就是 正如现在 这个在网络上 特别火的 人们讲的这个 三元九运 在九子里火运嘛 是吧 这个什么 各种预测呀 各种什么 推演啊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是围绕 这个天运转换 来 进行了各种 各个方面的解读 其实呢 这个 三年以前 这个瘟疫 我们也可以看作 是 看成是 天运转换的 一种动力 在这里呢 就设计了一个 风水当中的概念 就是 源运 关于源运呢 有两种分法 有两种分法 我们大家 在网络上 看到最多的 都是 都是讲 这个三元九运 其实还有一个 分法 叫做二元八运 二元八运呢 也称为 天心元运 是先天 挂 阴阳二气 是根据 先天挂的 阴阳二气 来定的 那么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另外一种呢 就是大家常见的 三元九运 分为上红下三元 每元三运 每运二十年 然后两种运运的周期呢 它都是一百八十年 都是一百八十年 无论哪种运运 它们之间呢 都是有感应期 和衰退期的 跟任何事物一样 它都有个周 都是周期性的 就是由 这个 萌芽期 是不是 到发展期 到成熟期 而带到衰退期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曲线 那么先天的运运呢 在2017年 就已经进入九运了 实际 这是指二元八运的 那种分法 也就是先天运运 实际是从2017年 就已经进入了 所以呢 在2017年以后 就出现了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出现了很多 九子离火运 这个相关的一些类项 就开始 等于是 那个 这些事物的萌芽 就是 比如 现在网络上 很多事物讲的 解读的这个 三元九运 什么比较火的行业 是吧 就是那些事物 大家仔细想一下 应该是从这些事情 刚开始出于萌芽状态的 都是大概就是在2017年左右 然后后天运运呢 它是要在2023年 也就是2024年 就是今年是正式进入 这个九子离火运 那再过几天 就是历春以后 是吧 就正式进入 这个九子离火运了 那么天地交感和生万物 是吧 这个时期呢 正好是在 两个远运之间的 这个感应期 两个远运之间的感应期 天地交感 这个概念在 就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 大家平常说的 什么天人合一 对吧 就是三财那个关系嘛 就是你想成事 成就一件事情 那么要天时地地 讲究的天时地地人合 是吧 那天时是啥呢 那地地是啥呢 就是 那么在风水元运当中呢 这个二运八运 它是指代表 是指天心元运嘛 对吧 是指天 那么三运九运呢 是指地 是指后天元运 我们可以理解 什么天地 这么的 然后天地交感 才能生万物 就是说 这两个元运都 作用到 都作用一块了 都共同作用到 九子离火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才是 这个行业所对应的 就是这个运运 所对应的 有对 就是比较有利的 那些事物 才是它真正发展的 这个时间段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 正好是处于 这两个 这个运运的感应期内 所以在运运交接阶段呢 它就会有一种推动力 而这种力量 对于人来讲 往往会造成 这个很大的灾难 就是整个社会环境 都会有强烈的震动 大家回想一下 这几年 就是从疫情开始这几年 回想一下周围的变化 是不是啊 还有自己的感受 就很清闲了 这也是一个验证 这个 这个讲座的讲稿呢 是在四年 是三年以前 三年以前到的 那我们再往前推 把这个时间跨度 给它再拉长一些 就是在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就是那个时候被 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文里 被称为 它标志 标志着这个中国 近代史的开始 从此呢 中国进入了这个 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那么先天远运呢 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后的今天 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 不枉是中国 就是对全球来说 都可以 就把它给扩展一下 那么引用一下 就是在疫情期间 在中国 常 高频出现了一个词 叫做拐点 现在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 远运的角度来讲 现在也是一个拐点 也是一个 也可以引用 这个拐点 这个词 只是呢 在疫情期间 这个拐点 被媒体 被 是不是 那帮 那帮人给搞得 挺别扭 是吧 大家天天拍 拐点 拐点 那么至于 过了这个拐点 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 会有 怎么样的变化 会有哪些变化 这个 咱就不多说了 其实 这个 有点 医学基础 就像很多 其他的师傅 讲的一些 这个预测吧 或者是给大家 做的一些解读 解析 其实都有很好的 参考价值 大家都 很多话都是没法说的 就是心里有数 就可以了 无论是在哪个环境下 有些东西是 真是没法说的 其实呢 这个 有点医学专业知识 都能有个 大概的判断 所以说 建议大家 就是有空的时候 都可以学一学 这个周易 学一学 易经 就是读一读易经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 仅根据这个原运 来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未来 利于发展的行业 和这个 可能比较火的 这些事物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下缘九韵 属于九子 离火形当令 它五行书火 那九韵呢 九韵 这个我是需要 重点强调一下 九韵呢 就是前挂为体 离挂为用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体用关系 在医学当中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呢 大多数 就是师傅都不提这个查 所以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 特意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体育 注意体用关系 所以九韵 前挂为体 离挂为用 那么他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钱为金 离为火 是吧 是火 是刻金的 从五行的 生刻关系来讲 离 火 是刻之千金的 那么 在带入到这个体用关系当中 是什么呢 是 用刻体 就形成了一种 用刻体的关系 所以 钱为天 为头 为首领 为权 为老男 也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从水天须那个 瓜上 也提到一嘴 说这个钱 也代表什么 思想 是吧 也代表精神层达的东西 那么 在人事层达呢 又为老男 对应的人 人物为老男 离为火 它是为太阳 是吧 我们天上挂着那个太阳 也为光明 也是 也代表眼睛 在人呢 对应的人 为中女 就是 离是中女嘛 也是 也代表漂亮 是文明之相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两个挂 一块 一作用 我们从个挂项 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呀 就是未来 最有前景的 就是五行输火的这个行业 尤其是 这个五行输火的 高新科技产业 一定会 最兴旺 最火爆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 是吧 智能家居 无人 无人 无人机车 无人机 还有机器人 航空航天 还有这个电子眼 就是这类的 还有光电子 电子信息 等等吧 就是这些 科技概念 大家都知道 去年 从去年开始 这个人工智能火了 是吧 突然就爆火了 在这个 专题 讲座是三年以前 大家 这也是一个验证 就是说三年以前 我们提到的 这个 比 未来会火的 这些行业 就会突然爆火的 这些行业 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个 无人机 无人驾驶 是吧 最自动驾驶的 这些技术 那么我们再 往前 就说 九运到来 上哪儿的一部运 就是八白 这个更土运 是吧 就 那么在八白 更运当中 得到快速发展的行业 它就会进入到 这个衰退起了 这个起来 另外一个 前期的那个 运程当中 比较火的行业呢 就会进入衰退起 比如说 炒房 是吧 这个房产 大家 是吧 就不用说 看看这个 现在的状况 就这样了 再有呢 就是墓地 还有这个 宠物医院 还有这个 保安公司 就这类的 这些行业 将进入 什么 就稳定发展的阶段 它不会 就是很难 再有上升的 这个 就是 那种状况 那种状况 是不可能出现了 然后在 九运当中呢 不利的 有什么 有老男 就说整个 这个社会啊 可能就会进入 这个老龄化阶段 老人 将会是一个 大问题 所以说 搞养老 什么的 这方面的事情 就 可以 好好地思考 好好地 思考一下 好好地 然后在 九运当中呢 九子离火 运当中呢 人们也不会在 像之前那样 迷恋 这个 迷信权威了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 咱们说的 那个体型关系 就是 九子离火 是克制 钱挂的 就是 钱金的 所以说 在之前 特别火的那些 所谓的专家 就是 特别会装腔做事的 那些 各个领域的专家 他们的生存空间呢 将会越来越小 再有 就是 得心脑 血管疾病的 或者是精神疾病的 或者是呼吸系统 疾病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 数字货币 对这个 传统货币的冲击 也是很大的 就是金融系统 可能会 会有这个 特别大的 这个变革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 这个是 先天八卦 和后天八卦的 方位图 体用关系 就是 前面咱们说的 体用关系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图上 就能体现出来 先天八卦 前卦 是上方中间那个 对吧 前三连嘛 就是三个 实现的那个 就是前卦 那么 看后天八卦 在前卦的位置 是什么 是梨 是吧 就是我们说的 九子梨火运嘛 梨呢 在先天的位置 是正东方 在后天八卦的方位呢 它是这个 正南方 其实这个先天卦 刚才我说的 有点不准确 就是先天卦 是没有方位 不应该那么说 就是为了大家 理解方便 所以就 引入了一下 就是 如果是从 真正的 学术的角度来说 前天卦 是不要说方位 就是说在 最左侧 然后这个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两个卦 一个是更卦 一个是梨卦 更卦的 就是我们刚才 刚刚说过的 就是八白 我们刚刚 要过的 要度过的 这个圆韵 在风水上 就是圆韵 就是更卦 就是八白 更土韵嘛 对吧 那么 更卦 梨卦 就是我们 马上就要进入了 这个 这部圆韵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卦像 更卦呢 就是更副碗 是吧 那么它 只有一个羊摇 是在最上面 那么最下面呢 是两个阴摇 是两个阴摇 就像扣着的碗一样 那么更卦的类像呢 它 它五行书土 它跟土有关 更为纸 就像我们伸出手来 就是 我们看到这样一伸手 第一 第一个 就是感受是什么 停止 是吧 所以更为止 大家看警察 做指挥的时候 让你停下 都是伸手 是吧 还有保安 让你拦你的时候 都是伸手 更呢 狗也有更的 这个类像 是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狗是看见胡怨的 你想进入谁家 刚要进门的时候 一见入狗 你一定会停止 这个意思 更呢 因为它跟五行土有关 所以说 更挂 八白 就是这个更运 刚一进入更运的时候 大家想想 那个时候火的 行业是什么 这个墓地 时候上还有房产 都是从那个时候起来的 还有这个保安公司 更呢 也为少男嘛 就是它代表小孩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什么跟幼儿 幼儿园呢 就是这类的职务 都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火起来的 那么我们 说回来 说到这个挂象 我们看更为山 在自然环境里头 它代表山 说上 震为雷 什么迅为风 对为泽 是吧 那么更呢 是为山 山是什么 是静止的 是静 山主静 是不是啊 它不会 长腿满出跑 是吧 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那梨呢 梨为火 大家看 梨 梨挂 比更挂 像 多了一个洋药 对吧 少了一个阴阳 也就意味着 梨挂的洋气 要比更挂 更多一些 是吧 然后更挂的挂象呢 是上和下 都为阳 阳为实 我们从这个 呃 线上 是不是啊 实线和虚线 也能看出来 阳是实的 那么也 它这两个挂的 对比来说呢 看梨挂 是什么 是阳气 比较重 然后再有就是 梨为火 火是什么 是变幻莫测的 是让我们想想 那个火苗 燃烧着的火 比如这个挂象呢 我们可以看出 更挂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是实少 虚多 那么这种情况呢 从异象上来说 我们会联想到什么 就是做表面功夫 做表面功夫 而梨挂呢 是两个洋涯 上下 各一个 是吧 是实少 实多虚少 实多虚少 它和更挂 相比 它的变化 就是底部的那个洋涯 也就意味着 离运落地的实地 这个实事 要比更运要多 它讲究实事求是 真抓实干 所以实干的人呢 成功的机会 就要更多 那么那些 在更运当中 靠吹牛 就是所谓的 刚才提到那些专家 那些 偏前的把戏 可能就不太管用 另外呢 更挂它为指 是扇 就是主静的 就是 从这个动静的角度来讲 就是离挂 它主动 是吧 就变幻莫测 很难抓到 但是从更挂来说 它容易 它主静了 它容易抓住 所以说呢 这个九云当中 利于发展的这些行业呢 它门槛 就要比 相对 更挂来说 就要比更挂来说 更高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能抓住 也就是说 你像更挂的呢 我们现在回头想 因为更 这个 上一步 就前二十年嘛 是吧 这个搞房产 跟房子有关的 都 赚了很多钱 是吧 因为这个 更呢 就是更挂的 所代表的 比较火的那些 事务 那些行业 它都 门槛都比较低 都是比较低的 任何人 你只要是 说说 这个 肯干 你只要 就是 胆大点 是不是 敢于冒险 那么你只要是 往那个方向上 往更挂的意向上 去摸 去使劲 去努力 就可以了 只要你抓住 这个更挂的边 你就会被 就是赚钱比较轻松 那么在 这个 就是大家伙 都有机会 那么对酒运当中 这个 离 离挂的挂项 从挂项上来看 就是离挂当中 是很 对于大多数而言 是很难 抓住机会 因为它门槛提高了 像 举例就像我们刚才 说的那些 酒子离火运当中 那些行业 是吧 什么科技行业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这不是我们 就是普通人 能抓得到的 能摸得着的 对于个人来说呢 就是 只要把握住 这个时代的大脉搏 跟随打势 就是没肉吃 也能喝上几口汤 所以说 在现在 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做的事 对于个人而言 就是落地 因为这个 人们都有一种惯性 经过前20年 花白 这个 援运的 发展 是吧 人们都有一个惯性 就是那个时候呢 靠包装 靠吹骨 就是用那些 之前 前20年的那些 这个习惯 然后你 或者是那个时候 那个思维 去琢磨这个九子 离火运当中 去 这个一些 事业的时候 可能就不太 适用了 不太适用了 所以 从前面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挂项来说呢 我们现在 根据挂项 我们要做的是 调整的是什么 就是落地 就不要搞那些 不要讲那么 太大的故事 是吧 要落地 落地 靠 纯粹的讲故事 是很难赚到前面 所以 踏踏实实 做得实业 做得实事 未来呢 就是靠实业 才能飞上天 这个 大家想一下 这个 也是 明星了 最近这些年 像那个 搞兴建的 是不是 就是马斯克 大家看看 这个人 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在九子离火运当中 他抓住这个 时代脉搏了 看完他的做事风格 就理解了 那么最有前景的行业 咱们快速地把它过一遍 这个呢 实际是很多师傅都讲过 但是 嗯 观众啊 还有身边的朋友 也是特别感兴趣的 就百听不愿啊 好像 所以咱们就快速地理一遍 2024年呢 和到2043年 这20年呢 总是九子离火运 就正式地进入九子离火运了 也就是说天地相应嘛 就是相互感应了 而共同往这个九子离火 这个挂项上去推动 所以说 九子离火运当中呢 这个 这20年中 就是电子电器 虚拟经济 信息文化 光学产品 网络 还有这个 跟眼睛有关呢 这些事物 还有美容 这个大家 自己看一下 这个 这个画面当中 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就是 自己读一下就行了 然后再有呢 就是 主要还是要理解这个挂项 就是你把这个离挂的挂项 给理解到位了 那么你心里自然就有数了 是不是 不用专门看这些东西 就是被 需要师傅们 给大家列出来 具体是哪些 你这个 易经讲 这个 归类去 笔项 是吧 它是我会收的 每一个挂呢 都代表着万事文物 都可以往这里头带入 是吧 所以说 这个 你是举不尽的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对于个人而言呢 每一个人 他的 所处的环境 他自己所具备的条件 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理解这个真正的挂项了 以后 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可能这样会更好 比如电影 电视 绘画 还有这个离挂 这个代表的中女 是吧 就是女性 围绕女性 他们的一些需求 都是 比较好的 比较有前景的 这些行业 然后离为利 利就是漂亮嘛 也代表 也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人们更注重 更加注重这个 外观 或者是人的外貌 是吧 人的外貌 所以到20 这个Z20年当中 未来20年 这个产品 或者是个人的包装 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将会 或者是这些行业吧 它的竞争 将会更加激烈 然后人们 更会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演员 就是 这个 有个话叫什么来着 叫颜值 对颜值的 这个要求 会越来越高 那么就会 引申出什么 美容 衣美 是吧 你看衣美也是 前些年 刚刚 发展起来的 一个行业 新型行业 再有呢 就是离为中女 是吧 那么未来 我们可以 预测嘛 是吧 就是一些 有一定年纪的 这个女 女星 将会更受欢迎 再有呢 就是 这个离 也代表这个外观 外貌 我们退出一层 就是退出人的 这个层面 从行业上来说 我们会联想到什么 包装 是吧 包装行业 就是给这个产品 做的一些包装 这个实际也有苗头 大家只要 仔细去观察和体会 就能感受得到 这个 比如中秋节 那个月饼 包装 就是一个典型 月饼 是吧 那么一点点 包装 做得特别 特别漂亮 这就是个典型 离 离挂呢 它中间是空的 是吧 就是 看这个挂项 离挂 它中空 离中虚嘛 是吧 离中虚 外头 外时而内空 外时而内虚 那么就代表什么 中空 所以网络技术 它的这个快速发展 再有就是 对太阳能的研究和投入 也会很多 还有就是 你看那个 航空航天 包括那个 什么飞船 是吧 它中间都是空的 然后离呢 就是代表 还有 再有一点 就是 你像 就是中空这个异象 大家仔细 琢磨一下 这个 体会一下 这个中空的异象 中空 球 它也是中间 中心是空的 是吧 所以它 未来呢 不仅是对空间 可能对地心的 这个研究 也会受到重视 然后大型的 这个空间 航天器 是吧 就是 运输量更大的 这个航天器 就是那个星件 是吧 还有这个 太空旅游 是吧 你看这个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个验证 是吧 最近这些事 就是最近这两年 都已经得到验证了 其实都已经实现了 我们在做这个 主题讲座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 最近这两年的事 其实这个 就是一个验证 然后再有呢 就是文化产品 它将会更加多元化 文化产业 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视频制作 是吧 印刷 就是跟它相关的 都会 这些产业呢 都会 得以 都会被带动 离呢 也为心 这个心 不仅是心脏了 是吧 可以隐身一下 也代表这个心灵 或者精神层面的提升 也会得到重视 比如说 心理学 冥想 还有什么 身心灵啊 就是这类的 最近也是比较火的 比较受关注 关注度比较高的 离为心 你像对应的行业 就是什么心理咨询师 心理治疗师 还有就是 这些比较虚环的 虚幻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这个风水啊 还有这个预测呀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预测 都会 就是这些行业 都会受到重视 反正人们呢 对心灵 和这个梦的好奇 也会 这个热情也会增加 离也为 离为质 就是多姿多彩嘛 就是对于动物来而讲 就是那个 特别漂亮的那种 演技 也可以看成孔雀 就是这类的东西 变色龙啊 鹦鹉啊 是不是 这都属于 这个梨挂的类像 然后结合五行 可以引人出 更多的这个意象 比如说马 梨在正南嘛 在霍天八卦的正南 对应的是五 是吧 地质是五 所以五对应的是马 所以跟马有关的 塞马呀什么的 也将也可能会成为 一种时尚 再有就是离中虚嘛 对外壳 就是有 比如说螃蟹 是吧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梨挂的挂箱 有壳的 中间空的 外食内虚的 这类的动物 或者是食物 是吧 可能会 更加受到人们欢迎 然后最兴旺的 这个地区 大家 这个咱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 所有地点 的南方 一物一太极嘛 就是落到自己家里头 从一个城市来讲 就是这个城市的南方 正南 然后从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一个家 就是你家这个房子的 宅子的正南 就是这部分区域 都会 相对其他的氛围来说 就是 会更好一些 就是发展的更快 另外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我们结合 这个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里的 这个一个概念 就是门嘛 是吧 这个九云九子 梨挂对应的 所在的那个门 叫做井门 那井门代表什么呢 就是 井区和旅游行业有关 酒店呢 就是这类的事物 都会比较火爆 然后最幸运的人物 从人物上来说 就是中女 刚才咱们提到了 然后再有呢 就是女性 在政治方面 政治经济 军事 学术 就是科研的各个方面 都会出现 越来越多个女性 这个从政治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墨西哥的大选 因为已经出现一个 很重要的重磅的女性了 然后这个 还会出现什么 女性政治家领导人 将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女 就是咱们说的 阴胜阳帅 是吧 这个我们必须得接受 对男人来讲 是不是 你现在大家想想 也确实是这样 就是女强人越来越多 很多领域 很多行业 都是女人当家 另外呢 就是家中的 对于个人家来讲 就是梨挂嘛 代表二女儿 或者三女儿 它排行呢 就是七和九 对应的数字 书法 作家 画家 心理学家 这方法 离也为眼睛 是吧 对应的是眼睛 跟眼睛有关的 这些行业 这些事情 也会有多 然后我们会 最直接的就想到眼镜 是吧 所以你看 眼镜行业 眼镜已经 已经扩展了 比如说那个 虚拟的 是吧 像那个Facebook 推出了那种 这个眼镜的概念 就是完全是 也是颠覆性的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就归纳总结嘛 把它给提升一下 就是道法术 从这个层面来讲 什么是道 道呢 是指规则 是指自然法则 法是指 人的智慧 对自然法则的 认识和总结 树呢 是在规则 体系内 也就是法的 那个层面 的指导下 进行的具体操作 操作方法 赚钱呢 这个我们中国古代 有好多这个圣人 是吧 都 都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 也是反复的说 就是 无论我们干啥事 都得合道 就是合自然法则 才可以 是不是啊 土则都没戏 赚钱这个事呢 也一样 也是 孔子说君子爱 才取出一个道 是吧 老子说 你看老子这句话 说道法术 就是说这个 道法术之间的关系 还有庄子 他们都有很著名的 这个语句 是吧 很特别经典 这也是 本身就是经典中语 经典中记的 是吧 然后取材之道 是什么呢 通过前面 我们内容的讲解 其实道法术呢 都已经包含其中了 大家可能 有点朦朦朦朦的 有点感觉了 那下面呢 咱们再体炼一下 道呢 就是要 遵循自然规律 遵循自然规律 那么法呢 就是按虚索取 顺势而为 想想那个虚挂 那个挂项 按虚索取 顺势而为 我再想一下 那个 为什么要按虚索取 就是之前 从八字命理当中 也深入那个关系 就是从能量消耗 这个角度 去理解 然后个人 掌控财富的能力呢 关键有两个点 就是第一个点 就是它在于 这个能量流通 和转化的能力 第二个点呢 就是后天的运势 和这个后天的大环境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点 财富等级呢 它有能力的大小决定 在电影《蜘蛛侠》中 一句最经典的台词 叫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就是那个老头 被那个 那个歹徒 是吧 袭击了以后 就是《蜘蛛侠》的 最后一句话 我跟那个蜘蛛侠讲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其实呢 在这个后面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句 就是 财富越多 是吧 加上这四个字 那你想赚更多的钱 你就要担更大的责任 咱们前面说的 那个财官印的 那个转化关系 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然后根据前面的 远运的分析呢 我们了解了 未来社会 要比过去 要实 是吧 所以我们要优先选择 这个落地的行业 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而不是图机取巧 玩虚的 然后 大家回想一下 这个 最近这些年 就是这个 就是暴雷的一些事情 在金融行业 暴雷的事情比较多 最早 比如在疫情期间 就是出现第一个嘛 就是中行 那个原油保释价 是吧 大家了解的 可以上网搜一下 实际这就是一个典型 典型呢 双方 无论是从银行 从金融机构 还是从个体 参与投资的个体而言 其实都是 两者 都是在 逆道而行的 就是贪得太贪了 贪得无厌 这就是个典型 最终的结果就是 全废 投资者对 盗法的认识也不足 是不是 不懂得取虚的原则 忘取其多 所以凡身其害 就是反害其身 这个天运的转化呢 也意味着人世的变革 在当前这个时期呢 关键时期 变数最大的 我们只有尽早为未来 这个变化 这个做好准备 才能紧跟时代的脉搏 一道而行 顺势而起 未来呢 从卦的意向上来说 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因为离卦代表的是光明 是不是 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那么黑暗呢 就会越来越小 但是在这个远运转换的 天运 天地远运 这个感应期内 是吧 一定会出现一些大的动荡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 所以我们 第一呢 心里对于个人来讲 要有希望 未来是光明的 再有呢 就是我们要做好 一定的准备 就是必要的准备 就是怎么样平稳地度过 这个感应期 这个比较动荡的 这个感应期 就是转换期 树呢 是这个 根据个人 对刀法的 这个认识 是吧 一个人情况 而制定的操作方法 这个 就 现在这个 大家心里应该又有点数了 就是在 三年以前 很多人 我第一次 搞这个专题讲座的时候 有一些 身边的一些朋友 听进去了 听去了 现在呢 都在偷着乐 还有一些朋友 无数的案例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 他觉得不是那样 就是在那个思维惯性 还是在那 然后 觉得什么 所谓的危机 就是机会 怎么怎么样 然后 结果弄得什么 就快速的 急快速的 就破产倒闭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是什么呢 这都是我身边的真实案例 也算是一个挺好的朋友 在短短半年之内 就是快速的破产 就是投资失败 项目投资失败 快速破产 之前的生活水平很好 孩子 念这个私立 是吧 在私立国际学校里 最后呢 弄得什么 就是仅仅不到半年 又去找我 说 哎呀 当初听你说的好了 听你讲的好了 一顿 特别懊悔 然后弄得 孩子都没法上学了 然后 还得搬家 具体的一步说了 反正特别惨 那个时候 我圈套到大家的 就是止损 止损 止更挂 就是伸手这个 止损就是转 这个概念 尤其是在动荡时期 是特别适用的 动荡时期 或者是你个人 对于个人而言 没有思路的情况下 没有特别清晰的 没有找到 特别清晰的路径的时候 一定要止损 不要赌 有赌国的心态 不要贪 就是取虚原则 那么你止损 你就赚了 所以我说 由当初听 听进去的一些朋友 是不是 就选择了 所谓的躺平吧 咱们引用现在 比较流行的这个词 是吧 现在都在投着乐 投着乐 下面呢 我们做一下 这个总结 就是道法书层面的 就是我们把前面的一个 关系图 在这再重新复习一下 再捋一遍 首先是 食神的关系 就是 我生食伤 食伤生财 财生官 官生印 注意 这个官 性 是什么话的 是财性话的 就是你个人的 空财能力 如果不足的话 不要 过多的 去 去求财 求财 整空财能力不足 就会给你带来这个官上的不急 是吧 光刻我的 刻我的力量 那肯定不是好事 是吧 对 个人而言呢 那可能代表疾病 那么对外来说呢 就是灾祸 这种例子也特别多了 然后再有呢 就是 从这个第二个图 就是层次上来说 哪一个 范围更大 就是从这个 它这个圆圈的大小来 来讲 你看 它覆盖的范围 是不是 你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这个财富的多少 就是你能掌控的 这个资源的多少 那么从这个图上来看呢 显然印是最高的 是不是 印也是 最 从结合第一个图 印也是最轻松的 是吧 它是生我的力量 不需要我们去消耗能量 那么印 还代表什么呀 除了文书规则这方面 还代表知识 学习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关系 给做一下转换 那么就是 就会 形成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最底层的 也就是我说的 大多数人 都是靠时尚生财的 就是第一个 咱们之前讲的第一个层面的 那个关系 就是靠时尚生财 就是这个关系 都是靠输出自己的能量 消耗能量的方式去赚钱 所以说 这种赚钱方式 特别特别辛苦 但是在人的 这种赚钱方式的群体 也是最大的 也就是最底层的 然后这个 其次呢 是靠财生财 财生财是啥意思 就是靠投机 靠冒险 那么官生财是靠责任 然后这个 印 就是靠制定规则 那么从这些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等级的赚钱方式 是什么 就是用印 因为印可以生生 它是给自己补充能量的 是形成正向循环 长期健康化时发展的 这个关键节点 所以呢 我们以此为切入点 来思考自己 这个当下的赚钱之术 就可以解决 什么样危机面前的生存问题 又能什么呢 为自己未来 蓄集足够的力量 就这么一个礼 印呢 在八字命理当中 不仅代表声望 荣誉 还有就是知识 学习文凭 文书信用 这方式的含义 在周一数数当中呢 常用印 来 来看这个 通过印 来看一个人的 这个精神境界 思想深度 还有这个学识文凭 什么福西靠审 单位性质 什么的 都是从这个印身上来看 印为上者 是制定这个政策 引领社会的人物 因为中者呢 为单位领导 学校教师 服务行业的老板 为下者 就是这个护士 服务员 或者是家庭主妇 举个例子 大家看这上面有两个八字 第一个八字呢 是毛泽东的八字 这个 八字几乎所有学名里的人都会去研究 毛泽东八字呢 他的气势指于印 两个假木 在天端透出 他用的 一辈子用的就是印 结合毛泽东的这个历史 是吧 他的一生 经历 都有体现 主要体现在印上 所以说 什么那个 那个红书 是吧 还有这个 他的各个历史 这个阶段 他用的是什么 都是在用印 用笔 笔杆 得天下 那么再看 第二个八字 这个八字 他也是用印 印看 印特别多 是吧 一个园局当中 一二三四五 就是直接的正五行来 用这种五个印 就是印什么 印重 金埋 是不是 诗之光 然后他像这种 就是一个平庸八字 这是一个 社区物业工作者的八字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真实话 那么 一个人 能否提高赚钱等级 不在于他的体格 而在于头脑 思维提高了 你方法就多了 就容易赚钱了 所以呢 终身学习 就是最佳的支付手段 至于学什么呢 没人告诉 是吧 你学技能 学各种技术 你学完了以后 你还是在那个 时尚 还是走时尚那条路 对吧 那么通过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前面讲的这些内容 可能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是吧 心里就知道 学 为什么说 学习是终 是终身的 要终身学习 是一个最好的支付手段 至于学什么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最好还是学学周易 因为周易呢 是中国文化是根 是智慧之源 他可以教会我们呢 要如何按规律办事 看清事物的本质 在遇到各种危机的时候呢 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终光古今 我们不能发现一个规律 凡是能够在逆境中 找到破局之道 并且寻找到正确方向 做对人生决策 从此评估清雲的这些人 都是通如一经的人 大家看 古时候 像这个孔子 鬼谷子 诸葛亮 王阳明 这些人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这个时代 但是呢 他们都很早就读了这个熟读一经的 都是熟读一经的 还有一些科学家 还有就是生意的那些大佬们 是吧 商业逢遍的大佬们 其实他们都对一经很有喜欢 很有研究 这些例子呢 咱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说 一经 为什么建议大家学习一经 最近这些年呢 有 不是国学热吗 是吧 有很多朋友也整本一经出来 然后打开后呢 觉得是天书 我身边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朋友 这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说一下原有 我帮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觉得这是天书 因为啊 在古代呢 这个易经 是所有 读书人 就是必读的 是必读的 是用现在话讲 就是必修课 是吧 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根嘛 易经呢 就是儒家对周易的解读和整理 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 被称为群民之首 那么在 四九年之前呢 都是他们的必修课 而我们呢 四九年之后 就是这是一个节点 从小 学的 受的教育是什么 都是 最近只有几百年历史的 就是所谓的 先进科学 就根本 我们这几代人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上本 副本 是完全是 跟真正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脱节的 这叫 用现在 话讲 叫做什么 文化断层 文化断层 就根本就没有接触到 这些 这个根上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自然就看不懂 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先别 就是有这个 对意经感兴趣的朋友嘛 先不要着急的去读懂它 先怎么样 我们需要补课 先把这个 意学的 想读懂意经 需要的一些知识 这个一些必要条件 这个基础给打好了 然后你才能读懂意经 你才能品出味道出来 再有呢 就是因为意经啊 它一辈子也读不完 就是你需要反复的读 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感悟 深不可测 这是真实不假 深不可测 至于说 现在很多打师 说什么怎么怎么样 多读 懂意经 咱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 像这一点是需要很 很注意的 就是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要让大家明白的一个道理 周易呢 是一套独特的 是特别独立的一个文化系统 它跟科学完全不是一码事 也就是说我们想学周易 你不要用科学的那个思维 去带入到这个周易里头来 去解读 不要用尝试用科学的方式 那个思维去解读周易里的一些概念 完全是两个 因为它完全是两个独立的 完全不同的这个知识系统 所以想学周易呢 你就要先从这个知识系统的基础入手 先了解最基本的概念 从最基本的符号开始 就像我们学习科学 这个这套系统也一样 是吧 我们想想小时候学的是什么 从数字 认识数字开始 还有一些特定的 就是这个符号开始的 而每一个符号 它都对应的一些概念 代表一些事物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科学 科学这个知识系统也是 它是基于这些最基本的 这些符号和概念建立起来的 那么一周易也一样 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 它也有它自己的符号 最基本的概念 是基于这些符号和概念 建立起来的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 它俩是 注意完全是 不是一码事 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就要 怎么呢 一是避免 尽量不要把这个科学的思维 那个惯性 惯性思维 给带入到这里 第二呢 就是要从基础开始 找手 学习研究意境 研究周易 只有过了这个基础观呢 你才能深入地去研究意境 其实过基础观也不难 也不难 根据我这些年教学经验来看 认真下功夫的话 其实 认真的下功夫 就是过基础观嘛 其实三个月时间 这个基础 基础 关于符号 基本概念 也就 属于得差不多了 起码呢 你面对一些书 你就不会那么陌生 比如你在翻这个 《易经》 或者是什么 《黄帝内经》啊 或者中医类的一些知识 你就 就显得比较友好 你就能看进去 还有一点呢 就是 对 这也是给一些感兴趣的朋友 分享的 最近这些年 很多这个 培训班 就是特别多 有很多朋友 对这方面感兴趣 学了各种班 是吧 学了一圈 花了不少钱 然后 但是呢 回过头了 还是门外汗 尤其是从数数层面来说 还是门外汗 就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现象 特别常见 我身边也有 好多这样的义友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 都是这种经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抓住灵魂 学的是一个 预测模型 就是预测流程 而没有 就是忽略了 这个预测模型 模型下 进行推演的 这个 哲学思想 就是这个 是根本原因 就是在这块 所以学习一堆预测模型 没有灵魂 没啥用 这就跟那个 我们说这个电脑 是吧 这个电脑 电脑的硬件 它是由硬件和软件 这个共同配合 一起作用 才能发挥它的功用 是吧 那么你这个 光有电脑硬件 没有操作系统 或者没有这个系统上的 各种应用软件 这个就是一堆 一堆废铁 没用 是吧 所以我们学 学这个 周易也一样 无论你是从学 这个中医也好 还是从学这个 预测术也好 是吧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预测术吧 都是同样的道理 不要光琢磨 那个预测模型 怎么怎么样 这个技法上的东西 我们还要抓住 这个灵魂 所以打足基础 很重要 对基础的基本概念 进行深刻的理解 才可以 那么好了 今天咱们就分享这些 希望呢 今天讲的这些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对于有医学基础的 有八字命理基础的 也能带来一些启发 就是我们把这个 八字论断的时候 这个思维 给它灵活一些 就是放大一些 比如说从财富上来讲 我们不要光盯着那个财 那么作用到其他十神 也一样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了 今天咱们就 就说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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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